敬堂永 上主,我要在列邦中称谢你,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圣名,阿雷路亚。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主内各位兄弟姐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弥撒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上主,我们在这复活期,庆祝你圣子的复活奥基。 求你使我们在你再度光荣来临时,能协同所有圣人圣女,同欢同乐。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唯一天主,永生永望。阿们。 读经一,攻读宗图大事录。 宋保禄的人领他一直到了雅典。 他们领了保禄的命令,叫希拉和蒂茂德赶快来到他那里,以后就走了。 保禄遂及站在阿勒耶破戈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在各方面都更敬畏神明。 因为我行经各处,细看你们所敬之物。 也见到一座祭坛,上面写着给畏食之神。 现在,我就将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这位,传告给你们。 创造宇宙及其中万物的天主,既是天地的主宰,就不住人手所建的殿雨。 也不受人手的伺候,好像需要什么似的。 而是他将生命、呼吸和一切赏给了众人。 他由一个人造了全人类,使他们住在全地面上, 给他们立定了年限和他们所居处的疆界。 如他们寻求天主,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 其实,他离我们美人并不远,因为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他内。 正如你们的某些诗人说的,原来我们也是他的子孙。 我们既是天主的子孙,就不该想,神就像由人的艺术及思想所致的金银石刻的东西一样。 天主对那愚昧无知的时代原不深究,如今却传遇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定了一个日期,要由他所立定的人,按正义审判天下。 他为给众人一个可信的凭据,就叫这人从死乐中复活了。 他们一听见死人复活,有的讥笑,有的却说, 关于这事,我们后来再听你吧。 这样,宝露便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可是,也有几个人依附宝露而信从了。 其中有阿勒约帕哥的官员迪约尼肖,和一个名叫达玛黎的妇人。 同他们一起信从的,还有其他一些人。 此后,宝露就离开雅典,来到了格林多。 天主的圣训 感谢天主 答唱永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请你们在天上赞美上主 请你们在高处赞美上主 他的诸位天使,请赞美他 他的一切君旅,请赞美他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地上的元首与公卿 少年人和童真女 老年人与小孩子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请你们赞美上主的名字 因为只有他的名字高贵 他的尊严远远超越天地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上主是自己百姓的头角高耸 他是他自己一切圣徒的赞颂 即接近他的以色列民的光荣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我也要求父 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 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读圣若望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 然而 你们现在不能负担 然而 你们现在不能担负 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 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 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 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 并把未来的事传告给你们 他要光荣我 因为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 传告给你们 凡复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为此我说 他要由我领受而传告给你们 基督的福音 基督 我们赞美你 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今天让我们看一看圣保禄宗徒 在福传中做出的榜样 在读经一中 我们看到保禄来到了欧洲文明的摇篮 希腊的首都雅典 他在那里为希腊人传福音 我们看一看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点 第一点是他尊重的态度 第二点是他了解对方 第三点他是努力的寻找共同点 第一点尊重 保禄在向雅典人传福音的时候 在演讲时 他首先说 众位雅典人 我看你们在各方面都更敬畏神明 这是一种非常尊重友好的态度 这种态度呢 可以引起教外人的好感和信任 其实如果我们看宗徒大事录 今天第一读经的上文 就知道保禄呢 其实看到在雅典城里 满城呢都是偶像 因为那些希腊人呢 他们信仰的是其他的宗教 有希腊神话中的各种神明 看到这种情形呢 保禄本来是很悲愤的 但是呢 在跟这些外教人演讲的时候 保禄并没有责备他们 崇拜偶像的罪过 而是赞美他们这种高度的宗教的热忱 所以第一点呢 是保禄尊重他们 第二点呢 保禄了解他们 保禄不光讲的一口非常流利的希腊语 而且呢 他对希腊的文化也很有研究 例如在今天的读经中 保禄说 正如你们的某些诗人说的 原来我们也是他的子孙 这里的诗人指的就是 希腊的哲学诗人亚拉道 由于保禄呢 提到了他们雅典人 很崇拜的这个他们本身的诗人 所以这让这个雅典人呢 觉得保禄呢 并不是一个外星人 记得有一次呢 我受邀去参加某一个基督教的 学院的聚会 各个基督教派的训徒呢 都齐积一堂 有非常好的气氛 其中呢 有一位牧师 带着我去看了看他的办公室 看看他阅读的那些神学的书籍 非常的丰富 甚至呢 还有一系列的 教宗本读十六式写的书 那位牧师呢 承认 教宗本读呢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神学家 他每次教宗出了新的书呢 他都会去拜读 这让我听了呢 也非常的敬佩和汉言 因为我们天主教的教友们 都不一定会阅读 教宗写的书籍 接下来的呢 小组分享 七个人一组 我被分到一个小组里 轮流的自我介绍 最后到了我的时候呢 我就说 我是一个天主教徒 小组里马上就有人说 六位呢 是基督徒 只有我一个人不是基督徒 我解释说呢 天主教徒呢 也是基督徒 那个人偏偏说 不是 我就无语了 只能在心中说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有的时候呢 如果要对别人做出判断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 对人家 有所了解 所以第一点呢 是尊重 第二点呢 是要了解 而第三点 是要寻找 共同点 宝露呢 其实看到 在雅典城 满满的都是偶像 但是宝露偏偏的 挑选了其中的一个祭坛 作为他的特例 那个祭坛上写的呢 是给畏实之神 他用这个 作为他的谈话的切入点 如果宝露呢 拿着那些大多数人 所供奉的希腊神话中的 那些偶像 来开始他的演讲的话呢 那就很容易就产生冲突了 所以宝露呢 非常的聪明 他知道 这个给畏实之神呢 可以作为 他们共同的 一个切入点 有一位上了年纪的 欧洲的传教士 他在写自传中 说他来到了亚洲 遇到了那些 教外的农民们 他会跟他们谈论什么呢 他首先不跟他们谈论信仰 而谈论的是 在他的家乡 在欧洲 那些农民 所用的耕种的方法 那些农民的生活习惯 话题呢 再转到 季节的变换 最后呢 转到 天主赋予种子的 那种奇妙的 生长能力 从这个 大家共同的 兴趣 共同的生活习惯 开始讲的话呢 外教人呢 都感到 蛮感兴趣的 所以 以共同的话题 作为切入点 来帮助 教外人士 慢慢地认识到 他们的 为食之神 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看到了 保禄传教的 态度与方法 第一点呢 尊重对方 第二点呢 了解对方 第三点呢 寻找 共同的 切入点 共同的话题 当然 保禄 福传 他所依靠的是 圣神的能力 圣神 在福音中 我们知道 是真理之神 是圣神 给了保禄 这种传教的热忱 和传教的智慧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 共同的努力 利用我们身边的 平日的各种机会 在教外人面前 勇敢地 为主作证 阿们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 和人类牢口的果实 卖面饼 呈现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 生命之粮 愿天主 永受赞美 酒水的餐盒 象征了天主 取容我们的人性 愿我们也分享 基督的天主性 上主 万有的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 和人类牢口的果实 葡萄酒 呈现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 精神饮料 愿天主 永受赞美 上主 我们怀着谦逊 和痛悔的心情 今天在你面前 举行祭祀 求你悦纳 上主 求你洗清我的罪污 抵出我的牵游 各位兄弟姐妹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往上主 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 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 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天主 你借此神圣寄宪的交换 使我们分享 你唯一至尊的天主性 求你帮助我们认识 你所启示的真理 并且身体力行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 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时时歌颂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 由于我们的月节高扬 基督已完成了牺牲 今日我们更当隆重的赞美你 因为基督真是除免是罪的高扬 他以自己的死亡 消灭了我们的死亡 并以复活 恢复了我们的生命 为此 普世万民 洋溢溢着复活的喜乐 勇跃欢腾 同时天上的掌权者和大能的天使 都同声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 圣 圣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 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 圣体 圣血 他甘愿舍身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基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 救恩之悲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 圣血 并以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全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 方济各 我们的无成才主教 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旨人员 都在爱德中 日趋完善 求你也全念 怀着复活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求你全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取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 同真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我们的主宝圣若瑟 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 圣人圣女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 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 受显扬 愿你的国 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 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 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 一些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 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 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 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 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 虔诚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 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 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 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 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望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因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真诚地互助 来自上主的平安 祝你平安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照来付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当不起你 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愿基督的圣体圣血 会由我们得到永生 我祝耶稣 我自信 却信你 在身体声势内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 既然我现在 不能失灵你 请生我生命身体的 恩典 愿我完全 与你结合 像你实在 到了我的心中一样 不让我 不让我与你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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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祖耶稣 我真心却信你 在身体声势 在身体声势内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 我渴望 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 到了我的心中一样 不让我与你分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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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祈祷 宽人的天主 你既赐给我们天上的食粮 求你使我们获得力量 好能隔除旧席 善度新生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成 你们去传播福音吧 感谢天主